1994年,卢旺达总统出国访问的座机被击中,同在车上的还有卢旺达的多名政要失事的飞机掀翻一场持续百天的大屠杀,被定义为种族灭绝的卢旺达开始陷入水深火热。 但到了2020年,卢旺达已经以模范生的身份成为了非洲第二安全国,在这之中,最大功臣当属卡加美。 这位中国的好学生,自执掌卢旺达政权后,用了20年的时间来专抄中国的作业,将这个曾经经历过大屠杀的血腥颓废之国,打造出如今的非洲之星。 那卡加美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以史未尽,可以知星体,以人未尽,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匠新历史。 卢旺达本有胡图,图西,特瓦三大族群,过着谁也不打扰谁的生活,胡图族务农,图西族放牧,特瓦族则隐居在山野密林。 但,总统的失势破坏了这一切,遇害的总统是胡图族人,他的族人理所应当的怀疑,此事件与图西族脱不了干系。 唐儿皇之开始了自己的大屠杀,胡图族人多,屠杀也是有组织的,民兵外加自发参与的平民,会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半分组上山。 下午四点收工,分工合理的时间,落在聚在院子里,等待政府保护的图西族身上,是回到家里,他们会杀了你们,在这等着。 他们也会杀了你们,即便逃到灌木丛中,他们也会杀掉你们,死路是唯一的一条路,云命在灾难中的图西族至少有五十万人,直到看不下去的爱国组织揭干而起。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才算是结束,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1994年,针对图西族的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民不聊生的情况,在2000年的4月迎来了新开始。 因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上任了,他便是卡加梅,卡加梅清楚隔阂不消,国家就很难彻底安生,第一时间召开全国团结与和解大会,稳住了局势,对外的探索。 卡加梅也逐步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可调整并不意味着退让,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他也毫不相让两个国家的稳定关系,应该维持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上,想让非洲单方面承受来自西方的各种意愿,这不可能,针对的事件是卢旺达想要发展自身的制造业,减少对二手衣服的进口规模,这影响了美国的利益。 能动别人蛋糕,自己蛋糕,却不允许任何人触碰,这一贯是美国之宗旨,面对永碰自身逆临的卢旺达,美国直接取消了卢旺达在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的使用资格,几千种产品无法再向美国进行销售,身为总统的卡加梅却不慌不忙,美国不想合作,那就不合作。 开放的世界贸易中,多有真心实意的国家,中国就很不错,截至2022年,卡加梅访问中国的次数已有六次,他看着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正在稳步发展,看着中国各种优于西方的行动和做事风格,眼界见过好,更能变之坏。 卡加梅对中国,卢旺达对中国,一直都是有借鉴之心的中非合作论坛,是卡加梅爱用的媒介之一,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尊重的交流,让中国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卢旺达提供支持,较于美西方,中国从来不会命令卢旺达应该怎样做。 只是在卢旺达表明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直接帮忙,受人以余方面,这2018年,卢旺达已经有至少一千多名年轻学生,在中国优秀学府进修,为己所用方面,自成发展之路的中国,深深吸引卢旺达的目光,他坚持从中国身上学习,汲取先进的发展经验,开创适合卢旺达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从战火中走出,对于身上背负的伤痛,选择了冥记,而非以暴制暴,卢旺达也有样学样,努力推进民族和解政策身份登记中的唯一选择,成了卢旺达人。 大屠杀是事实,云命者不能被视作空气,称如中国的酒,十八和十二,十三。 卢旺达也设定了固定的悼念场所,每晚都会留上一盏灯,为云命在屠杀中的遇难者祈福,疫情爆发。 卢旺达的卫生部官员脱口,就是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会映在现实中,是卢旺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远低全球平均水平,首例确诊一周,开始的封城。 也是卢旺达从中国借鉴来的,当然不止这些,2019年的阅兵仪式上,卢旺达军人口中清晰,还喊中文口号。 走的也是中国式的队列,就连首都的地标建筑和道路的整建工程都是中企制造的,从中国身上,卢旺达学到了不少的东西,1990年的这里,还是战争纷飞的火苗。 到了2020年,卢旺达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头号改革国家,成为了该年排名前50的经济体中唯一一个低收入国家,安全也有了保障,战火戛然而止,街头随处可见巡逻的军人,中国有改革开放,引进外部力量发展国家,自知国土和人力都不占优势的卢旺达,也不再将眼光局限在本国的市场。 但卢旺达为何要借鉴中国?因为中国也曾经穷过,能够从一个穷国快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经验,最适合卢旺达借鉴。 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友好,为卢旺达的多项领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并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作为回馈,卢旺达对前来旅游的中国客人也很是友好。 甚至还有一个叫河马村的地方,专门为中国供应新鲜辣椒,卢旺达是非洲改变的模范生,现实问题却依旧存在,他们不像地大物博的中国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因此,在对外贸易上,肯定还是要下苦功夫,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走出不过二十年的国家,能有这样的巨变。 卢旺达不愧是非洲大陆的希望之光,对于未来三十年的计划,其也坚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命为玉岁不为瓦权,贸易可做,但在交往的时候,一定不可失去了底线,对付美国这般的霸权。 也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利益,若自己都不为自己争取,又该指望谁能将自己的利益治上呢? 要知道,他接手的卢旺达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社会危机异常严重,国内民族矛盾相对尖锐的国家,但是他上台后却通过学习中国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逐渐稳定住社会秩序。 首先,卡加梅在政治上积极推动一党为主,多党协作,由他所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政府中拥有相对优势,但同时,其他的卢旺达政党也可以通过与爱国阵线合作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的决策。 卡加梅的政策在卢旺达国内饱受争议,但客观来说他确实终结了卢旺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组织,而政治上的稳定也让卢旺达有了搞其他改革的基础。 在巩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执政权后,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反腐,未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他要求所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公职人员必须每年定时,定点申报自己的财产。 而且他还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对这些官员的财产进行专项审批,只要发现哪名官员的财产出现不明来历的增长。 那么政府会严惩这些贪腐官员,卡加梅的反腐行动显然是相当全面的,就算是那些与他奋战多年的爱国阵线中的老人物,如果触犯贪腐的底线照样会被处理。 当时连卢旺达的内阁部长都曾由于腐败被捕,在这位青年总统的领导下,卢旺达从一个政治混乱贪腐成风的国家,逐渐变成了非洲最清廉的几个国家之一。 后来为解决尖锐的民族矛盾,他则通过各种方式让突袭族、糊涂族放弃原先的矛盾,他一直在想办法构建稳定的统一民族认同体系。 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后,卡加梅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革新,他开放了部分经济产业给国内的企业和外国资本,然后通过行政方式大力吸引外资,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扭转了卢旺达的经济颓势。 在近些年,卢旺达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甚至可以达8%以上,这个数字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可观。 在卡加梅执掌卢旺达政权的这些年,卢旺达的人均经济总量成功翻了翻,同时,卡加梅还建立了一套比较稳定,并且可以自己运行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他一直在努力实现让每个卢旺达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规划,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不难看出,卡加梅的改革措施与我国非常相似,他的政治体系与我国基本雷同,而在民族、经济上的举措也恰好是我方一直贯彻的方针,其实这位卢旺达总统就相当于在抄中国的作业,当然,他这个作业抄的还是非常不错。 是真正搞出了一套适合卢旺达当前国情的发展模式,有人说卡加梅是卢旺达历史上最伟大、最成熟、最有影响力的总统,这句话在目前来看并不为过,他给这个新兴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不下于那些帮助自己祖国从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的开国元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